馬蛙颱風持續增強 原本氣象局預測 颱風將逐漸北轉 遠離臺灣 但是美國預測模式 最新一報顯示 馬蛙將回頭朝臺灣 東南部接近 不見的進到我們 東南部海面之後 其實它的導引氣流 就會減弱 速度就會減慢 那预報上 而且會開始逐漸的北轉 预報的不確定性比較高 因為目前馬蛙颱風 距離臺灣還是比較遠 不過29號之後 外圍環流影響之下 不僅風力增強 大台北地區東部恒泉半島 都會下雨 氣象局認為 馬蛙颱風很可能 在下週一二北轉 研判可能在臺灣東南方 外海北上的機率比較高 它最強的時間就是 今天明天 未來是會緩慢的減弱 不過在轉彎的時候 它應該還是一個 這個強烈颱風的下陷 或者是中途颱風的上陷 還算是一個蠻強的颱風 馬蛙颱風北轉幅度跟角度 還要再觀察 但這奇特的走法 也讓人聯想到 2001年納利颱風 海面上慢慢走 還以為隨時會北轉離開 但卻在海面上打轉滯流 又繞回來撲向臺灣 自1995年以來 這個颱風可以說是我們的 五月份的颱風的 最大風速紀錄的 保持的颱風 那至於它未來 會不會再持續增強 我們有這個機會 但是我們實際上 我們也會持續的觀察 尤其目前 毛蛙颱風結構完整 越長越胖 強度很可觀 這一兩天還有持續增強的趨勢 預估最快五月二十九號 就有可能發布海上警報 如果晚一些北轉 暴風圈有機會更接近臺灣陸地 更不排除發布陸上警報 咱們喜歡細微想 可不可以是台北通播到